可是 人真一口气 竖活一张皮 大多数时候呢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话 那才叫没脸吧 不安排好此后几个月 空窗期的生活就辞职 那不叫真气 那叫任性 又不是遭遇什么 国仇假恨 做件犯科之类的原则问题 那是没的选择呀 不知道今晚下班回来 和米红布布哪种惊喜 你就别替她操心了 想得到总是要付出的 她既然不愿意付出 她心里觉得最保护的东西 你即使劝她付出了 她日后捡你 也会觉得心里不痛快 我这不是第一天去新公司报到 心里紧张吗 搞搞事情消除紧张 朱姐 你的注意不能成 是 她不愿意付出 她自己认为的良知 我的注意不能成呢 是她立有不代 要我说 宋利娜专挑阮氏子捏的 她就死有余谱 逼迫她一下 怎么会需要 跟良知打招呼啊 不过呢 和米红要是能拎得清 那她就不叫和米红 然而和米红 如果此刻听到我这方法 心里一定默默地 给我记下一遍 余初辉这人底线就是低 良知被狗狗给吞 三观绝对默默黑 就你这身板 吞你的良知 要好几天的吧 和米红他们公司最近很敏感 不会动她这个底层小民党 不会有辞退 真的假的 暂时我有九成八分 可是即便如此 也不能让那破总监随便欺负吧 凭什么呀 就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下不为例 跟人家好也就罢了 敢惹我 让她下背才毁不该当初 就像我前公司那猪群力 被我们教训了之后 好几天不敢来上班 就说马上就要调走 这还真是你风格啊 你现在这个上班的状态 正应了一句话呀 上班如上坟啊 我今天第一次发现 我生存技能真的太低了 我就是百无一用世书生 怎么说呀 这于初辉轻而易举能做的事情 我连尝试都不笔 我就知道我自己不行 他让我直接了当去跟领导说 其实啊 他还颇落到把他们领导 堵在办公室连厕所都不让上 但是呢即使是辞职 他也是大获全胜的辞职 拿到的补偿金 都够他一年半的工资了 堵着不让他上厕所啊 是啊 但是吉吉和阿初 这两个人的技能点呢 都是从小吃苦挣来的 你羡慕不来 现在也正是他们苦尽 刚来的时候 好 戴维 我在开车呢 长话短说啊 李奇先刚给我发条微信 说让我转告露西 他爸已经知道方程了 我觉得我还是先告诉你的 行 我知道了 谢谢 你把原文发给我吧 嗯 证证 你 你说是我自己辞职好呢 还是被辞退了好呀 当然是自己辞职好了 人当然要掌握主动权了 可是辞职吃亏啊 怎么会呢 理性的人呢 在辞职前呢 必然会想好后悟 首先呢 你辞职以后的物质生活能不能保障 其次是下一个工作是不是更有前途 更合心意 更有趣 当然了 钱多也是一个选择 然后呢 你再综合考虑一下辞职以后的损失 觉得能够接受就辞职 不能单纯地看吃不吃亏 可是 人真一口气 数活一张皮 大多数时候呢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话 那才叫没脸吧 不安排好此后几个月 空窗期的生活就辞职 那不叫真气 那叫任性 又不是遭遇什么 国仇假恨 做件犯课之类的原则问题 那是没的选择呀 难得你给我打电话呀 你赶紧看微信 我先挂了啊 嗯 请你转告露西 我爸已经知道是他了 我们已经把资料交给公安局了 他爸这次肯定会进监狱的 所以就算他知道我是谁 他也蹦跋不了几天 我们还没出现 收到 昨晚发生的事 你未必愿意听 这边有我独自战斗吧 拜托 别让我再听到 这人渣一家的消息 我们已经把资料 交给公安局了 他怕这次肯定会进监狱的 所以就算他知道我是谁 他也蹦跋不了几天 叶伯 听说 你要发表重报论文 算不得 只是否定了原先的 发病机理 不是发现正确的发病机理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你的论文会砸碎很多人的饭碗 我看你以后啊 要小心接招了 可那饭碗本身就是伪命题 他们继续捧着 也做不出任何的成果 反而是浪费时间 我的叶博士 那可是饭碗 饭碗跟成果非紧密关系 但是跟赞助跟经费 紧密相关 你就相当于毁了很多人 申请赞助跟经费的名头 有陶教授顶着呢 但是我觉得以后 反正你做事还是小心一点吧 省外没让顶手麻烦 谢谢玉博的提醒 没关系 我确定是Jackson啊 让你摆下 一天 去吧 那还我也要 酒店 我顶手麻烦 你不能过头 这一天 你不能过去 能打击你的靶子也很有限 最有可能的 就是攻击你学术造假 这绝对不可能 我一向清白 连抹黑都不成 还有呢 当然也是老一套啊 就是生活作风 不管是怎么捕风捉引啊 拐弯抹角啊 总能把你给抹黑了 无聊 这可一点都不无聊 要抹黑一个女人 永远都是绯闻非常有效 她们怎么这么喜闻乐见 工作妇女捣血眉啊 你别在意她们 别把你的精力和时间 用在跟她们搏斗上 这样就中了她们的下怀了 她们试图用绯闻来抹黑你 更试图啊 让你疲于应付 耗光你的精力 从而达到毁掉你的目的 然后呢 转身又开始来嘲讽你 又一个尚中勇 对啊 老爸英明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不 还是成熟的辣 行了 数大招风 孩子 说明你闯出名堂了 科学表明互拍马屁有助感情升温 我已可知 喂 喂 我反正莫名其妙占领身识啊 不过 你跟Lucy对于我来说都不怎么重要 我也懒得说明 总之 你给Lucy的话 我已经替你带到了 Lucy给你的话 麻烦你也收一下 我只负责截图转发 我不发表评文 对 我先连接 起风了 拜托 别让我再听到这人渣一家的消息